华为它代表着是在数字革命 就是数字跟智慧革命中间的一个领头羊 比亚迪所代表的是在绿色新能源转型 能源革命的一个领头羊 现在的TikTok却是在数字平台服务上面的 一个横空出世的一个新的领导者 那我把一些细节就稍微补一下 因为可能有些观众朋友没有一直跟着他们 第一呢他们今天不是第一次被打压 2020年的时候就是说 你呢要完全的停止使用 所以那时候的禁用案 在2020年就已经打过一次了 然后当时的TikTok就去法院 法院呢也block 他就停止了这个禁用案 所以在2020年已经打过一次到现在 TikTok其实能做的事情呢都已经做了 就像刚才嘉元最后讲的那些 他们现在做的 因为他把三个美国所谓的国家安全的顾虑呢 都处理了 人员大量的本地化 然后他把他的云的 伺服器的资料呢就留在美国 因为他说那中国大陆可能会怎样怎样 第三个呢连他的硬体 也都是把它放在美国公司里面 让那个硬体在美国公司托管 所以你的云本地化了 人本地化了 连你的硬体的核心呢也在美国化 所以他能够做的这些事情 从2020年就开始陆续做了 但是我们大家都不会忘记前段日子周寿资 到了美国国会的时候 他又再一次去被拷问啊 这不是什么灵魂拷问 就是拷问的时候 对方听不懂他是一个新加坡人啊 一直问他说那中国呢那中国呢那中国呢 其实他是一个新加坡人啊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对于TikTok是说你做什么都不够 那这次发生问题的时候是因为Justice Department 美国的司法部先向了刚才的这个委员会呢 做了一个闭门的报告 闭门的报告最后只有露出一页 那Reuters有把那一页揭露出来 基本上呢就是说因为你有这么多的用户 所以你就会收集到了美国的Data啦 照相啊图像等等等等 然后同时呢他可以access就是可以禁用到 超过亿的上亿的美国的装置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理由 所以他变成了有一个国家安全的风险 那其他还有什么理由我们现在先 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是闭门会议 所以这是一边就是国会里面正式的是司法院去报告 然后他们后来就投票 刚才也讲了他是50比0 那在这两个事情中间呢 TikTok就做了一个反击 就请他的用户去要求他们自己的 First Amendment Right 我觉得这一次就是TikTok的底气 他的底气从何而来 他的底气从有1.7亿美国的账户 美国3亿人一半 就是差不多3亿人口 假定每个人只有一个账户的话 就是一半 另外呢他还有数百万的商家 因为我们平常人看短译影音觉得这是TikTok的强项 但是别忘了有很多的商家 他在用TikTok做生意 赚钱嘛 而且呢他的这个 所以他的底气是三个 一个是我有非常大的使用者的基础 Installed Base 第二个呢他提供大家 AB版的测试 比如我今天要卖一件衣服 我给你两个版 你可以试试看哪一个回应比较好 你在推什么 像这次他叫大家去打爆国会的也是有AB版 他测试了以后把比较好的那个拿出来用 所以他提供了大家一个免费的去尝试 你怎么跟你的消费者 或者是你想要去对话的对象 沟通的那个工具是免费的 另外呢他也是跟CapCut连结在一起的 就是跟剪映连在一起 所以使得你要做影音的那些一切 你想要做的事情 包括特效啊 剪接啊 音乐 都非常容易 而且CapCut又不用钱 所以我就拿这个给大家看 我把这个拿来给大家看 我觉得它的底气就是这个 这个一边呢是全球 2023年全球的下载 左边呢是2023年美国的下载 所以如果你看全球的下载的话 TikTok在第二名对不对 第三名是Facebook 然后下面就是CapCut 它也是字节跳动底下的那个叫剪映 所以你在这边你可以看到 非常好用 TikTok跟CapCut在这里 所以现在的三个大的就是 TikTok剪映跟TikTok呢 都在全球的 在这个全球的榜上 可是我们再看 左边美国的这个 那就更厉害了 因为前三名呢 都是他们最担心的 中国大陆来的软体 TikTok第一 TikTok第二 CapCut第三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 TikTok就有103 应该是百万吧 就是1亿零三万 然后再来呢 5254就是5200万跟4200万 加起来是9400万的 就是跟TikTok跟CapCut 两个加起来的 就是叫做TikTok跟剪映 这两个加起来的 所以你这样加起来 你想想看 他们在美国人的生命中间 是多么需要而且经常的 当你把它关掉的时候 他们难道不会觉得 失落很多吗 我记得TikTok还说 你们事实上会剥夺了 很多商家他们的商业机会 那这些东西 这种的罪名 我觉得在选举年 事实上没有人可以承担得了 所以他因为有这么强的底气 再加上呢 刚刚好又是我们刚才讲过的 拜登最近进驻了TikTok 然后回应很好 然后Trump呢 虽然没有进驻TikTok 但他恨脸书 所以他们两个力量来说 拜登虽然说 你们通过我就会签 可是美国总统本来就是 国会通过就要签的 所以你的50比0 我觉得我们一边是要 稍微存疑一下 因为我们不知道司法部 到底跟这些人讲了什么 当然大家的情绪反应也有可能 但是马上你就要进到 众议院的大会 然后你还有参议院的大会 要去处理 那这个过程中间呢 TikTok还剩下什么办法呢 他以前的办法其实都用了 好 在2020年的时候 那个round one 第一局的时候已经用过了 现在第二局呢 他出了一个新的办法 当然就有说你看吧 你看他可以这么快的 动员所有的人 那他动员所有的人 正是我们所担心的国安危险 但是今天他是3月7号一个牛刀小事 只是叫他们按一个铃 按一个钮去打电话 那下一次如果是更大的呢 更长的呢 如果美国人现在在165天之内呢 刚好就是在他选举的这段时间 如果TikTok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大家不用想一想嘛 所以我觉得这有一点 盒子威慑的那种感觉 如果今天TikTok什么都不做的话 那他显然就一定是坐以待毙 但是他坐以待毙的结果 第一对美国不利 第二个对全世界不利 因为我们也别忘了 在这个表里面全球的部分 TikTok跟Capcard都是全世界人在 尤其是在影音这部分 最热最热的一些 他们喜欢的App 那当我们开始享受到这么多App 要不要去看看其他的呢 要不要去看以前Instagram 所享受的那个权利 要不要看Facebook 当年所享受的权利 Instagram Facebook 他们在下载的时候 有没有其他的国家说 有国家安全风险 因为他们也在收集这些材料 他甚至也可能做 现在的美国指控TikTok 未来一定会做的事 我仔细的把这句话再讲完 现在的美国指控TikTok 未来一定会做的这些事 难道不是过去 美国的这些软件 他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随时都可以做的事吗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 这个战争 斯洛德已经证明他们做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次战争 其实精彩 因为TikTok终于是 以子之毛公子之盾 因为美国的第一 宪法第一修正案 是他最至高无上的 言论自由是民主法制 或是民主自由的基础 若是没有言论自由 就没有民主自由 当美国要去全世界 教导其他的国家 民主自由的时候 你自己的言论自由 能不能捍卫 会不会保护 这一战非常值得观察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 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